太行 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 难道就不怕朕营运之下 砍了你吗 向蕾正在库房里打扫卫生 那日秦赫轩等人走后 掌柜的便安排店里资历最老的供访 廖朕将亲自带谈 这孩子被秦小少爷塞进来 估计也只是临时起一霸了 并不像是有多大背景的样子 廖师傅 向蕾在哪呢 秦小少爷要见他 什么 你说谁要见他 哎呦 当然是秦小少爷了 您忘了 当初就是秦小少爷送他过来的 人呢 秦小少爷还在外头等着呢 人在里头呢 向蕾出来一下 很快 叶向蕾从里屋钻出来 哎呦 怎么弄成这样 每年收拾库房的人不都这样 装得好像你不知道是 这可怎么出去见人呢 见谁了 我爹娘来看我了 是小少爷来看你了 小少爷来看我 秦赫轩 他来找我有什么事 叶向蕾进屋便看到了两条小短腿的秦天 啊 秦天 原来是你来了 秦小少爷 小说 啊 之前不都是喊小苏的吗 怎么这回 叶向蕾一直很享受被秦天喊小苏的感觉 那仿佛是一种只存在于两个人之间的羁绊 是别人无法插入和奇迹的 此时突然听到秦天清清楚楚地喊了声小叔 心里顿时觉得有些空落落的 今天怎么得空静城来了 大哥被人打到头了 我们是进城来给大哥看病的 昌瑞被人打了 咱们村里人干的 啊 是柳家 柳天昊 他皮痒了吧 我出门才几天 他都敢打人了 秦天记性好 讲什么事都事无巨细 把叶老大捕杀黑熊的经过都讲了出来 但是当听到后面秦天冲出去的时候 秦赫轩和叶向蕾七七变了脸色 受伤没有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这个时候怎么能冲出去 我没受伤 后面的部分 秦天虽然知道来龙去迈 但其实却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我爹和四叔明明救了刘婶子 他公婆为什么要他去死啊 叶向蕾对此半懂不懂 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秦赫轩虽然明白 却并不准备讲给秦天知道 是那些人脑子有问题 你只要记得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性命都是第一位的 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值得你去付出生命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记住没有 的 我记住了 然后呢 昌瑞怎么被打的 听秦天说 柳天昊抱着石头过来 其实是要砸他的 只是被叶昌瑞给挡住的时候 秦赫轩彻底黑了脸 秦哥哥 奶奶说这件事不是柳天昊的错 他也跟我赔礼道歉了 我是不是应该原谅他 凭什么原谅他 等我回去给他来一下子 然后也去给他道歉怎么样 无论是什么原因 动手打人的是他 道歉是他应该做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道歉都理应得到原谅 秦天如果不想原谅 那就不用勉强自己 秦天文言顿时开心起来 他心疼叶昌瑞头上的伤 并不想原谅柳天昊 只是叶老太太的话让他有些困惑 担心是自己想的不对 我才不要原谅他 好 那咱们就不原谅他 秦天 你大哥在哪个医馆 我今天晚上过去看看他 正好我们也要过去 我去跟掌柜的说一声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奇怪 秦哥哥什么时候说过要去看大哥了 哪里来得正好 伙计看着他们三人上了同一辆车 叶昌磊这小子还真有点东西 平时可看不出他跟小少爷的关系这么好 叶昌磊跟小少爷其实根本就不熟弱 二人之间的纽带 估计是那位不明来历的秦天姑娘 廖先生 叶昌磊这孩子表现如何 还可以 吃得了苦 不挑三拣四 也能看出来他是打心里喜欢对店里的玩意儿 所以很是愿意捉摸钻研 好开小少爷这层关系不谈 也算是个还过得去的苗子 不过到底年纪还是小 有些不定性 得多磨练磨练才行 那这孩子就交给廖先生了 地管这边却因为秦赫轩的道来而乱逃 郭国则是惹上什么大人物了 但是看叶家人的穿着大扮 也不像是什么贤贵人家啊 别跟你说什么来人 秦小少爷肯定会来看你 叶昌瑞之前跟着魏先生学习的那段时间 他是真心想把秦赫轩当朋友的 柳天昊 我看你小子是欠揍了 当我死了是不是 孩子不懂事 都是被他爷爷奶奶挑唆的 我们已经骂过他了 他自己也知道错了 都是小孩子闹矛盾 下手没个轻重 天昊已经知道错了 这事早就翻片了 没人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 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剧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 就会更新后续 是的 秦赫轩在一旁也看向了柳天昊 犀利的眼神险些把柳天昊给吓哭了 晴天不是你家孙女吗 咱们让她给抱走了 对呀 秦小少爷怎么把晴天给抱走了 之前秦小少爷就说了 让晴天住他家 让咱们回家之前再去接 他还说之前大哥大嫂来京城办事的时候 也是把晴天放在他家的 咱们也住不了多久 等昌瑞见好就得赶紧回去 还要去给你爹上坟呢 哥 咱们也别都在这说话了 孩子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 对对 你看我 光顾着说话去了 嫂子 你若是想聊天就去戈壁找我 我先带天昊回去了 从老爷家房里出来之后 哥 你快把事情经过跟我说说 这是打哪认识的贵人啊 什么贵人 你是说那的秦小少爷 他到底是哪家的少爷啊 那可是如今皇上跟前 最受重用的秦大人家的小公子 刚才秦府下人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他哪里不舒服 要请我看病呢 真是可惜 如果我能给秦小少爷看过病 那以后医馆和我的名声肯定会更上一层楼挡 这么厉害 哥 你快说说 您跟这家人咋认识的 这次到底是咋回事啊 临时将事情来龙去慢说了一遍 我也不知道我这算是交下这个朋友了 还是把人给的罪了 反正事就是这么个事 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家有这么大的背景啊 我看他家人还挺讲理的 咱们这几日好好对人家 尽量化干戈为玉帛 哥 你也跟人家好好处 能搭上这么一层关系 以后的好处可多了去了 你说啥呢 我跟人家结交又不是为了这个 哎 若是和离的时候能把孩子也要过来就好了 自家是肯定没有这样本事的了 若是能有贵人帮一把的话 不过人家大人物哪里会管这些小事 再说了 天昊是柳家唯一的孙子 别说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了 就算是皇上清明来给断案 也没有不给柳家的可能 可是天昊这孩子若是留在柳家 早晚要被柳家人给叫歪了 行了 哥 你也别想太多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回头有啥用的找我帮忙的 就叫人来知会我一生 这次就已经够麻烦你了 你快去忙吧 我不耽误你了 这边秦克轩带着秦天来到了瑰宝斋 叶向蕾自然也跟在他俩后头 对了 秦天 最近你那个盘子可火了 好多来我们店里买东西的人都在说他呢 我这盘子价钱几何 您是咱家的书客了 我绝不坑您 只要这个书 五百两 你也真敢要这个价 五百两 之前捡核桃卖了二十两银子 娘都要欢喜疯了 说要把钱留着给我取媳妇用 如今一个盘子就能卖五百两 五百两那得是多少个二十两啊 就算掌柜编的来历是真的 那盘子也不止五百两银子 不过是掌柜的狮子大开口 等着对方还价罢了 您若是诚心想买 不如您说个价 我听听看 五十两最多了 上 从五百两直接到五十两 这落差未免也太大了吧 那看来这宝贝可能跟您没有缘分 小店还有许多其他东西 不如我叫人拿来给您长长眼 八十两最多了 您还需要再看看别的什么 你们那故事编的太假了 谁会信啊 一个盘子而已 他真想卖出什么天价 秦哥哥 这盘子到底能卖多少钱啊 我也不知道呢 这盘子能卖多少钱 就要看掌柜的本事了 小少爷您快别拿小的玩笑 不过盘子最近行情还是不错的 来看盘子的人很多 带动的店里的生意 都比上个月好了不少 请小少爷和秦天姑娘放心 卖盘子的事 小的一定竭尽全力 这盘子到底能卖多少钱啊 这个可说不好 要看缘分 秦天你想卖多少钱 不知道秦哥哥 卖盘子的钱 能够在京城买一套房子吗 您可真敢问了 京城这本一套两斤的四合院 差不多就得三百两银子 若是地段好 或是房子比较新的 说不定还要更贵 想靠卖盘子来买宅子的话 恐怕是有点困难的 秦天想买多大的房子 都住得下哪呢 对 娘 二叔 二婶 三婶 三婶 这么一大家子 老太太并色房子村 咱们也得买个两斤 带霜跨越的院子 才能住得稍微宽敞 舒服一些 没有个四五百两银子 怕是下不来吧 掌柜哆哆嗦嗦地想着 紧接着就看见小少爷 将视线投向了自己 听到了吧 掌柜的要多多努力啊 这哪里是努不努力的事 这是要等天上掉下来个 有钱的傻子 才能完成的任务 这么着急想搬到京城来啊 我之前听到娘跟爹说 希望能多赚点钱 明年可以带我搬到京城啦 听说事业大嫂想来 秦赫轩勾起的唇角微微下落 娘还说来京城之后 想请先生教我读书识字 他说他最近开始做酒席 才知道布识字真的耽误事 所以不想让我跟他一样 大字不是一个 我娘还说京城还有女学 跟大哥他们上的四书一样 那边会有很多女孩子 一起读书识字 以后我若是也能去女学读书就好了 秦赫轩听到后面 眼神再次发生了变化 当然 肯定可以的